TELL ME A JOK AlrightAlright 又到來香港 Tell me a joke 有一個工程師他就想說 失業沒錢乾脆開一家私人診所好了 他在門口就放了一個牌子 牌子上面就寫說 治好病的我收你300 治不好的我推你1000 最後呢有一個醫生經過這家診所的時候 就想說工程師開的 大笨蛋我要賺爆你的錢 這個醫生就喬裝成病人 就進到這個診所 他就跟這個工程師講說 醫師醫生啊 我這個味覺失去了 我吃東西 都沒有一道 都沒有一道 這個工程師就說 來 護士 把那個22號藥水 給它滴3滴 滴3滴 結果這醫生啊 一場 不對啊 這是汽油啊 工程師就說 很棒 味覺恢復了 300 謝謝 哇 醫生氣得半死啊 隔天又來了 想說一定要把這個損失的錢賺回來 他一來他就跟這個工程師講說 醫生醫生啊 我這個記憶力失去了 我怎麼會在這邊 我怎麼在這邊 記憶力失去了 結果工程師就說 記憶力失去了 那護士 把那個22號藥水 藥水再來拿 給它滴3滴 醫生就說 這不是昨天滴味覺的藥嗎 公程師馬上就說 很棒 有喔 很棒 記憶力恢復了 300 謝謝 醫生真的幹死了 隔天 他又來到診所 他就跟工程師講說 喔 醫生啊 我眼睛看不見了 我勢力模糊啊 工程師就說了 哇 勢力模糊啊 哇 哇 好驚人啊 好啦 勢力模糊的部分啊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幫你 這1000塊退給你 欸 這醫生你看覺得奇怪 欸 這不是500嗎 工程師就說 棒棒 勢力恢復300 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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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